这部名为《达赖喇嘛与觉醒之路》的影片 展现的是40名来自各个领域的精英来到印度的达兰萨拉 与村者达赖喇嘛一同进行了一场东西方思想交流的高峰会 探讨解决世界问题 寻求幸福的方法 在世界之交的1999年 美籍纪录片导演卡夏尔·达维奇带领18人的工作团队 真实记录了这场高峰会的起起落落 之后花费8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影片的第一版 而这次首映式放映的是这部影片15年后的改版 其中更加突出了人性的一面 达维奇导演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 他说他本身不是佛教徒 与佛教或者达赖喇嘛也并没有渊源 我的家族一半是伊朗人 一半是瑞典德国那边的 所以我跟达赖喇嘛并没有关系 我当时想拍一部关于和平的影片 我们闷心自问 谁最能代表世界和平 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尊者达赖喇嘛 在华盛顿特区的首映礼 选在安格电影院举行 首映票早已被一抢而空 住在巴尔地摩的希拉里莱文 对这个影片非常期待 我是个佛教徒 是达赖喇嘛的学生 我看过很多关于他的电影 也有很多并不非常了解达赖喇嘛 或是佛教传统的观众 前来观看这部关于寻找幸福的影片 我和我的丈夫是天主教徒 但是我们很有兴趣听听佛教对人生怎么看 而且这是我跟太太的约会 这也很重要 电影开始了 观众们跟随镜头来到了达兰萨拉 很多学者对自己的观点充满信心 其中的争论与思想交锋不断 而表现锋利的学者们 在活佛的教导面前都放下自己的私心与锋利 认识到要用宏观的角度去看世界 改变世界寻找幸福 要从自己内心做起 在被问及是否脑中有特定的观众群时 达维奇导演说 其实并没有 我认为要去讲述一个明确真实的故事 我相信这样的影片会吸引观众 确实是这样 电影结束后 观众们都不约而同鼓起了掌 莱文说 电影中达兰喇嘛对这些精英说的话 是他听过这位活佛说的最有哲理最美的话之一 电影中两名物理学家的争论 更是他最喜欢的片段 我特别喜欢两个物理学家的争论 他们太逗了 起初我想这两个人太烦了 能不能别说了 但是现在我认识到 我也像他们一样 有失去耐心的一面 真是一部好电影 达维奇很高兴看到观众 能够将自己与电影中的角色联系起来 我认为一个电影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话说到观众心里去 而你在电影首映时 看观众的反应就能知道 你能看到电影如何影响他们的内心 这部电影目前正在美国和加拿大的100个城市进行首映 VOA卫视新闻报道